好家伙,我愿称山东问政里的早庄专场,是最给领导团难堪的一场,直接给市长公开处行,贴脸公布早庄市,各项排名都是倒数第一,有不少事项,目前呢,是排名,全省倒数第一,所以,我们是不是应该着着急了,命中代表更是不给面子,话说的主持人都不敢接,整场下来,全是对领导团的批评和拷问,真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啊。 在当地全省家长吐槽,新校区建好两年了,都不让孩子搬进去,之前说好的,30个孩子一个搬,现在却一直都是一堆孩子50多个人,即在一个班里传播戏时,主持人直接质问市长。 让这9小时的孩子感着急,我看到以后,我也很着急,我也很心疼。 建市长面露难测,主持人直接帮他找到源头的现场问,您看,我们注意到,腾州教育局公布了这样的一组数据,宾湖镇中心小学最多的人数,一个班是35人,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短片当中,依然还是有很多的孩子挤在旧的教室里, 那您看,解决大班额的问题,咱们能这样搞数字游戏吗? 这尖锐的用词,给领导都整梦了,心里见识了,好一会儿再开始回答。 节目反映了这个问题,在腾州发生,非常的不应该,我作为市长,感到呢,也非常内疚,这说明啊,我们啊,对教育优先发展这个战略,对涉及千家万户的教育这个民生工程,理解不深刻,认识不到位。 好,这样,同时呢,市长,您看,您看,我们其实已经注意到了,现实的问题,就是镇上真的是现在一毛不拔,而且呢,也不认账,那所以说咱们接下来就干等着吗? 不会这样的,我们立即组织有关部门,和宾湖镇的同志,研究具体方案。 负责人保证,回去就立刻整改,把新校区建好,下次再开学,一定会让孩子们进到新校区,这个保证也给了市长信心,历史要在年底,解决好新校区问题。 所以您看,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,您有信心,咱们能彻底解决吗? 画家大板额,在2020年底,必须完成,这是整人物,我们也必须完成,也要完成好。 当然现场民众代表,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,关你们领导有没有信心的,反正他们信心。 看了这个骗子,感到很心悍,这吹的就是个好事没有办好。 我想啊,如果庇护队等书记等男的孩子,如果是在这个学校里,恐怕要卸掉比较快吧。 好家伙,这涌的,主持人都不敢接话茬了,直接Q下一个流程,教授点评,这教授点评依旧新浪,义愤填硬的给对面领导团整的全体尬肉。 感觉场上不论是谁,都能给市长批人一对,完全不给面子。 随后,节目组又调出早装是健康症半米漫,拖欠小微企业的减免租金政策等等项目。 总之,无论是哪一项,都不如别的事,能拖就拖。 而此刻的市长领导团,已经被主持人罗列出来吊车尾的业绩,正红温了,那是谁批都点头赞同,沉默不语。 然而,节目组表示,重头戏还在后面,主持人现场公布早装的拉垮排名,让市长认清自己倒数第一的位置。 通过检索,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早装的排名。 我们在承诺半截实现,可否全程网办,可否网办,到办事现场次数,以及集半件总数这五个维度,把早装市和全省的其他市进行了比较。 注意到,早装市平均得分,目前是62.13分,综合排名全省第16位,也就是倒数第一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,在承诺半截实现维度方面呢,总共是有24个政务服务事项,排名全省第16位,也是倒数第一。 再来看,在到办事现场次数维度,共有10个政务服务事项,排名全省第16位,也是垫底。 好,在集半截维度方面呢,总共是有12个政务服务事项,排名全省靠后,没有像全省其他大部分市一样,实现及时办理。 市长您看,有不少事项,目前呢,是排名全省倒数第一,所以,我们是不是应该着着急了? 我的妈呀,全市倒数第一,还把成绩摆在市长面前,真是让市长无所遁形了,这割谁身长,他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了。 市长也是说不出什么话来了,只能深刻认识到了错误,一定要尽快整改,及时赶上别的事,看着市长卑微的样子,真是觉得节目组太厉害了,谁来都得老实。 这种给倒数第一公开处行的惩罚,能不能多来点,毕竟有压力才能有动力啊。